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编导专业 后因参加第一季《中国达人秀》使他的名气更加大噪 2009年相组小沙杨迪 以创意十足的诺稿再次复出 推出一系列另一类而又创意十足的视频 于09年4月开始频繁出现于各大电视台 成为各大节目的通告常客 他不止在演艺上得到好评 也是一个功底深厚的主持人 在浙江卫视主持爽十行天下 奇妙见面会等节目 常驻湖北卫视非正式会谈节目 担任秘书长一职 遇见星爷 星爷在2010年初看到了杨迪 在达人秀 和快乐大本营的表演 就跟工作人员说要联系他 当时杨迪还在上海录节目 节目录完 发现有二十几个未接来电个短信 一看短信 说自己是比高传媒的 星爷想见他 刚开始他以为遇到了骗子 而且对方要求第二天去北京试镜 而他刚好没空 再后来在北京见到了 他的新闻发言人魏达深 魏先生要他试镜 拍了一段视频 然后就没了人后 三个月后 星爷再给杨迪打了电话 约他去香港 去到星爷香港办公室后 星爷让他去演 美国的健美大赛参赛者 而且要把衣服都脱掉 当时他可是受补林学兽的要命 因为没有自带肌肉 所以和之前的一样 然后没了人后 虽然对方无音讯 但杨迪却因为见到了星爷本人而特别开心 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剧情竟然疯回路转 星爷来电让他过去横店拍电影 并在西游降魔片饰演三沙喷雪歌 杨迪到了横店疯完 三天后才见到星爷 星爷一见到他就很和气地与他打招呼 还说记得他在达人秀的时候 戴了假发刘海 然后就叫造型师再给他戴一顶假发 只是要求更乱一点 接着就给了他一段台词和剧本 后来有人跟他说 不用那么认真看剧本 因为星爷很注重随机应变能力 星爷没有一天是按照剧本来拍的 后来发现的确是这样 比如喷雪的桥段 其实是在现场猜想出来的 尽管戏份不多 但杨迪用自己的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那句他傻X 他为我傻X 那是一定的 不过现场杨迪喷雪的段落 却拍了很多条 因为喷雪的机器调整了很久 先是喷得太高 拍不到 后来又喷得太低了 而星爷对于杨迪的表演也很满意 唯一的要求就是喷雪的时候 要淡定一点 接着与范爷还更万物 生长也出现了他 他在里面饰演的是黄芯野角 杨迪虽 人没有颜值 没有身高 没有身材 但是他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在娱乐圈占一席之地 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实现了呢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如果你有梦想 你只需坚持努力 不放弃就能等到实现的一天呢 三个月 九尺 三个月 二个月